我真的覺得國民黨為什麼是多頭馬車 就是有趙薩康這種人在指手畫腳 他也不是怎麼黨的幹部 對他有影響力 趙薩康這種人每天就是不斷的在那邊放話 但是我常常講 民進黨如果有像趙薩康這種人 只要開除了 能容你這樣亂放話嗎 對不對 就是因為他不斷的出點子 然後他有影響力 因為他有媒體 然後他有戰鬥欄 變成整個黨中央被他拉得走 你說會不會到最後真的是找韓國瑜 有可能 為什麼 副總統是全台灣最好的職員 那老師你說副總統是全台灣最好的職員 錢多事少責任輕 也是最適合韓國瑜的職員 對 打牌打到手抽筋 副總統沒事 副總統每天只要問說總統還在不在 這樣就好了 沒事就回去睡覺了 美國副總統也是一樣 唯一公主是問總統在不在 總統還胡了 繼續打 侯友宜的利益跟 侯友宜的狀況跟朱元狀況也不一樣 侯友宜選輸了回去當市長 選輸的責任 黨主席跟著要扛 黨主席國民黨的財務都要募款 搞了那麼多年去年也贏啊 結果為了這一局朱立倫要一鞠躬下台 一月十三號晚上 不甘願 可是對柯文哲來講 他看到沒有看到 我們大膽預測 現在的柯文哲是直接跨過朱立倫 直接比如像中台灣 直接跟盧秀燕合作 直接跟盧秀燕幹嘛 幫顏寬河 幫顏寬河搶立委 打林靜宜 然後盧秀燕去幫蔡壁如站台 對 然後呢 一月十三號之後 大家有機會看到 盧秀燕會重新成為國民黨裡面有份量的領導人 雖然他在台中 因為國民黨 國民黨會出現一個權力真空 最大的新北市市長 總統選輸了嘛 對 回去了嘛 朱立倫敗選嘛 理論上 而且他現在國民黨的仇人值內部很高 他理論上他大概這個黨主席守不住 所以接下來誰 韓國瑜 所以朱立倫才會去講那句話 幾個月前韓國瑜要當 他先堵他的路就對了 朱立倫那一個 不管是朱立倫自己講 還是他幕僚講的 大敗筆 你馬上讓外面的人看到你朱立倫在乎的是什麼 是那個位置 趙華康有多生氣呢 他說呢 他提一個方案 他說全民調 好 就全民調 但是柯文哲你要讓五趴啦 三趴不夠 他的讓五趴是有他的論述 他說因為我國民黨十四個縣市長 我有三十八席立委 而且我主 你將來你就算贏的話 阻隔權要交給國民黨 他說這樣你要讓五趴 他說如果談不通話 沒有我們拔筆啦 拔筆夠好 拔筆 我們連結一百的新筆 許小信說 總統陳吉火車已經開過去了啦 只剩下可能立委 還有沒有機會談 所以范老師你怎麼看 就真的火車已經開過去 小記已經急到口不擇言了 那個我 其實我每天晚上都看趙少康的 他的政論節目 因為瞭解敵已經在討論什麼 他昨天第一個小時 是來討論 中美的領導人要見面 然後又談到就是這個好像這個我們的陳建仁對核能的看法 然後就是都沒談總統我嚇一跳我怎麼搞的 趕快到了大概快九點鐘才開始討論 反正第二個小時開始 我是想說他是不是已經放棄了 為什麼不想討論了 否則我覺得最重要的應該是藍白核的問題 他都已經氣到要把握了 然後他還有意思 他還講說要找一家民調公司來做 然後第二家民調要根據第一家民調的樣本再做一次 不能自己重新投壓 這是什麼方法 第一個我們是無記名方式 為什麼可能把這個數據給另外一家來做 表示你是擔心第一家作假嗎 互相不信賴 互相猜忌 我真的覺得國民黨為什麼是多頭馬車 就是有趙少康仲人在指手畫腳 他也不是怎麼黨的幹部 對不對 對他有影響力 人家戰鬥欄站出來好幾十個 為什麼因為他有媒體 現在中天收了 所有藍營 聽說要上他節目的藍營的這些政治人物 很難搶通告 因為只有這一台 在一台中天 增多周潮 他搶破頭 要靠關係 所以林濤比較聰明 他就來三年 他來三年 這叫藍海策略 那邊是紅海 平均平均 像他 像葉原資 反正做一個小時也無所謂 所以他們要找誰新出路 所以我覺得現在但是趙少康仲人 每天就不斷的在那邊放話 但是我常講 民進黨如果有像趙少康仲人 只要開除了 能容你這樣亂放話嗎 對不對 就是因為他不斷的出點子 然後他有影響力 因為他有媒體 然後他有戰鬥欄 變成整個黨中央被他拉得走 但是我剛剛講過 你說你說會不會到最後真的是找 這個韓國瑜 有可能 為什麼 副總統是全台灣最好的職業 那老師你說副總統是全台灣最好的職業 錢多事少責任輕 也是最適合韓國瑜的職業 對 打牌打到手抽筋 每天打牌 總統副打 而且我們 跟副總統打麻將要打多少幾 不曉得 因為總統的薪水 一個月本來是82萬 他變成的時候把它拆了 變成44萬 副總統本來是61萬 後來變成33萬 呂副的時候 33萬跟44萬差11萬 可是總統什麼事情都要管 副總統沒事 副總統每天只要問說 總統還在不在 這樣就好了 沒事回去睡覺了 對不對 美國副總統也是一樣 唯一共同就是問總統在不在 總統還活得好好 他就繼續打 所以我覺得這很符合韓國瑜的生活步調 早上也不用起來開會 說到中午請來對不對 以前在北農當總經理對不對 他就玩到晚上三四點 他等到四點人家開市了 他跑去巡視一下 大家以為他是零早出來 他們找起朋友 他是剛剛才活動結束 所以對他來講 我想這個副總統位置 對於韓國瑜是更有吸引力 但是有一個問題 韓國瑜如果真的跟侯友宜搭配 他們兩個大競場 侯友宜可能已經大競場 侯友宜已經在台上了 韓國瑜還在門口握手 因為他人際關係太好了 他就握手 說趕快上來 我們要開始 所以就變成什麼 宣兵奪主 我跟你講到時候國民黨的一些小雞 都想找韓國瑜 不想找侯友宜 那就被人 大家還以為是韓子是正的 侯是副的 但是問題是 韓國瑜都已經選過總統 還去選副總統 但是從務實來講 我覺得韓國瑜未必是有可能答應的 那現在小雞真的 我覺得國民黨小雞真的還焦慮 可是又不能講重話 我覺得 因為像謝伊鳳 謝伊鳳算在彰化算選情相對比較穩定的 以國民黨候選人來講 這個因為他對上吳英寧 這個選情算相對比較穩定的 他都講 他說國民黨做最後一打算 即使藍白河談不成 侯友宜也要自己選 也能勝選 所以我覺得 可是我覺得王金平 王院長真的是 我真的太佩服你了 這尚義夫講的 陳東華你的好朋友 尚義夫講的 上個月柯王第二次見面的時候 王金平說柯文哲 你一個人選不上 但是講得更白 他直接問柯文哲 你要選錢嗎 選起錢什麼人出錢什麼人出 誰動員 你負責嗎 動員錢你付嗎 主持人直接問 那那個王金平的反應 柯文哲反應怎麼樣 尚義夫說呢 柯的反應一定是被問江的 又不能叫國民黨出錢 柯如果想當政的 怎麼跟人家國民黨出錢 這句話就講不出去 那王金平如果反問 是你要選總統 為什麼要讓我們出 柯也一定會被將軍 這真的是靈魂疑問 柯文哲當場是答不出來 真的答不出來 答不出來 其實第一次中秋節那時候見面的時候 王院長就問柯文哲 你一個人選得到嗎 柯文哲 柯文哲是有回答的 但是有這樣的轉述比較好不好 柯文哲的意思 大概說我也知道 我知道 所以他也 我也知道意思 從王院長問說 你一個人選得到嗎 然後王院長說 柯文哲說我也知道 意思是說 他知道一個人選 應該也是 機會不大 那是中秋節的事情 那其實你在看 這一次再去找王院長 還是要想一下說 為什麼這時候要去找王院長 柯文哲是靠 靠劣解 國民黨 國民黨來獲取養分 就像以前他劣解 民進黨獲取養分一樣 2018年柯文哲能夠 顯勝三千票 民進黨的分裂投票很重要 對 所以柯文哲 柯文哲的政治生存 生存數並沒有很複雜 所以他會變來變去 也不是很奇怪的事情 是國民黨 因為是第一次跟柯文合作 所以不習慣 柯文哲的變 變跟片子間發音很近 所以千萬不要意外 但是柯文哲絕對不笨 所以我剛剛才會講說 讓你三趴你都不敢選 不過我覺得王院長也真的不是省遊樂燈 他早就知道柯文哲在想什麼 所以他說因為他見過兩次 第一次見面之後之後 其實王院長有點不太高興 第二次又見面 他就直接問柯文哲 你見完朱立倫 見完侯友宜 你還來見我 你還有什麼事嗎 矛盾啊 他知道這幾個人都不會 老王知不知道 老王知道 你知道你想搞什麼嘛 對啊 就想來蹭嘛 然後因為你知道這幾組人的 的基礎都不一樣 柯文哲是沒有區域立委 幾乎等於沒有 只一席 柯文哲最大的利益 一個是總統選票 不管有上沒上 有一個補助款在那裡 可是更大的利益在哪裡 部分區域是 他的部分區域是 不管你喜不喜歡他 他一定成長 他現在武席 他一定成長 所以他只是長多大的問題 對國民黨來講 不一樣 侯友宜的利益跟 侯友宜的狀況跟朱元 狀況也不一樣 侯友宜選輸了回去當市長 選輸的責任 黨主席跟著要扛 國民黨的財務都要募款 搞了那麼多年 去年也贏了 結果為了這一局 朱立倫要一鞠躬下台 一月十三號晚上 不甘願 不甘願 可是對柯文哲來講 他看到了沒有看到 我們大膽預測 現在的柯文哲是直接跨過朱立倫 直接比如像中台灣 直接跟吳修燕合作 直接跟吳修燕 幹嘛幫顏寬和 幫顏寬和搶立委 打林靜儀 然後盧修燕去幫蔡壁如站台 對 然後呢 一月十三號之後 大家有機會看到 盧修燕會重新成為國民黨裡面 有份量的領導人 雖然他在台中 因為國民黨 國民黨會出現一個權力真空 最大的新北市市長 中東選輸了嘛 回去了 朱立倫敗選嘛 理論上 而且他現在國民黨的仇人值內部很高 他理論上他大概這個黨主席守不住 所以接下來是誰 韓國瑜 所以朱立倫才會去講那句話 幾個月前韓國瑜要當 他先堵他的路就對了 朱立倫那一個 不管是朱立倫自己講 還是他幕僚講的 大敗筆 你馬上讓外面的人看到你朱立倫在乎的是什麼 是那個位置